天下第一高手江海天嫁女 武林之中风起云涌 一场针对江海天的阴谋正在展开 首先是被史白都忽悠的文道庄父子 找到了隐居的大内侍卫风子超 风子超是一名用毒高手 同样恨极了江海天 可却为人谨慎不肯冒险 不做没有把握之事 文道庄忽悠起了风子超 表示他的三项神功练至大成 武功不在江海天之下 即便是有不成也可自保有欲 风子超信了文道庄的鬼话 当即同意联手对付江海天 而风家刚好处于武当去往江府的必经之路 文胜中和风子超的女儿风尿长 在前院演练起了唐诗剑法 成功让武当弟子秦元浩上钩 秦元浩被唐诗剑法吸引 站在墙外偷看了起来 同样赶往江府的金竹刘 恰好见到了这一幕 此前他和秦元浩见过一面 知道他是武当派的弟子 因此金竹刘并未离去 白岛山坡上当起了吃瓜群众 在看前院的文胜中 见风庙厂长的美艳动员 故意将石头踢在风庙厂的脚下 在风庙厂摔倒的瞬间 来了一波美人入怀英雄救美 墙外的秦元浩对这种手段是一脸不屑 发出的声音惊动了文胜中 乔有贼 不知贼 秦元浩施展轻功飞入院中 说出了他武当派弟子的身份 只是偶然入京此地 文胜中等的就是秦元浩 故意污蔑他偷学武功 要对秦元浩略施小城 秦元浩见文胜中找茬 当即出手与其交起手来 别看文胜中吊儿郎当的 武功修为着实不弱 能与秦元浩打得有来有往 屋内等候的文道庄 见时间成熟出手分开了两人 假装儿子形式鲁莽 亲自向秦元浩道歉 成功获得了秦元浩的好感 随后疯子超也走了出来 夸讲秦元浩不愧是武当少侠 毕表人才武功高强 既然这是一场误会 不如让他静静地主之意 请秦元浩赏面小卓几杯 秦元浩见疯子超盛情难却 只好答应了疯子超 金竹流看出了事情有意 等在外面随机应变 果不其然 秦元浩喝下疯子超的美酒后 直接晕倒了过去 爹 你看他都醉成这个样子了 人家明明不能喝酒的 你干嘛还非要怪人家 嫦儿啊 你现在应该知道 爹为什么不让你喝酒了吧 封妙常虽然是疯子超的女儿 却为人贤惠心地善良 不知道疯子超是故意算计秦元浩 疯子超知道瞒不过封妙常 将他们的计划唯唯到来 封妙常得知来龙去脉后 没有反对三人的计划 却认为已经拿到了秦帖 就不要滥杀无辜害了秦元浩 疯子超也不想得罪武当派 秦元浩中了他的千日罪 起码要七八天后才能醒来 那时候江家喜宴早已完毕 根本不影响他们的计划 文道庄同意了疯子超的观点 让文圣中穿上秦元浩的衣服 假扮秦元浩前往江府 刺激刺杀江海天 为了增加杀死江海天的胜算 文道庄想出了一条毒计 在武当送往江府的梅酒里 加入剑血封猴的剧毒 江府之人定然不会防范 好计 果然是好计 就算了江海天专心对付三项神功 可断然不能防备 这九中之毒啊 疯子超认为此计可行 准备带文道庄去取毒药 与此同时 金竹刘找到了风妙长 请风妙长帮忙救出秦元浩 风妙长答应了金竹刘 前往药房寻找千日罪的解药 结果刚好遇见了疯子超三人 疯子超三人眼看就要被发现 门外却突然传来的动静 疯子超三人非常谨慎 连忙赶去秦元浩所在的房间 发现秦元浩已经不知所踪 疯子超上前查看 发现九位还未消散 认为人肯定没有走远 叫上文道庄父子追的出去 别说的对 刺子头上一把刀啊